- 妳們是鬼謀的 - 妳們是鬼謀的 大家好,我是萬念的 謙佑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一隻 刺客型的英雄 的銀咒 我這隻角色我會選擇是帶 覺醒精靈龍爪 原因是因為 他前期吃也我覺得 比較仰賴攻速 然後魔門的部分 勢靈主要是因為 銀咒就是打死了會有跑速跟攻速 所以他 其實在會戰的時候蠻仰賴這個被動的 所以我拿40的話會非常的搭 因為殺完人之後可以再殺 第二個是點鬼爪 就是加一點前期的傷害 最大顆的是帶絕地死鬥 原因是因為他打一大會回血 還會加一些物理穿透百分比 而且打越痛 打到死神之後傷害會變高 下面的兩個小魔紋 我會第一個會選擇是帶死神之右 蠻常仰賴這個打破僵局 或反開 然後第二顆可以帶賞金獵人 我有時候也有帶過聖珠 因為他在剪CD 因為現在銀奏改過了 他大舉CD變長了 所以你帶這個其實在前期 大舉的CD變快 你可以開了越多次 你能剪傷的時間也越多 出裝的話 第一件會先出紅打野高 但是只會出到二階 之後會直接上魔防鞋 原因是因為他蠻 這隻腳是蠻需要跑速的 才可以開戰之類的 在出完魔防鞋之後 你可以馬上加一個血錘 可以增加你的續戰力 因為你是帶了26%的攻速 沒有任何吸血 所以 加個血錘可以增加你的續戰力 然後這時候再補上 第四件裝備 是出破陣戰矛 再來是全能武器 再來是 狂暴之手 最後一件大多數人出的都是 滅盤之刃 主要是 比較怕死掉吧 那如果有些人喜歡出攻擊裝的話 我推薦的話 我可能會出龍骨 或者是聖劍 我覺得龍骨會增加很多拉打性質 然後聖劍的話是增加普攻的暴擊率 然後傷害其實也會高了不少 我覺得銀咒在前期應該吃也其實不算快 前期比較仰賴的打法是跟隊友做一個搭配吧 如果 我說如果在中原服的話 少一隻其實就會很難殺 因為他強在就是因為他有控制能力 然後你的追擊能力也非常強 反正我覺得這隻拉到成神 不拉到成金 矽金 角色終於打法 其實都一直都是以這個規則下面去打的 主要是到後期的話 會感覺 因為可能會用大招進場 可能會讓自己比較處於危險吧 多注意這點就好了 其實其他沒什麼問題 這隻角色就是主要還是要以拉到為準 沒拉到其實進攻能力就會降低很多 到這邊我收了最後一隻野怪 然後看到凱格路斯 還在追我們家的小黑 我沒有先救他是因為我到 我四等之前其實我的技能只有三招 應該大家都一樣 只是我覺得是只要沒有追擊能力的話 我要殺凱格 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在後續的進攻的話 可能會有點影響 所以我收完那隻野怪之後 看到的情況是 因為凱格路斯 離我的距離實在太遠了 我先收眼前的這個安奈特 結果就把技能一招一招慢慢放 基本上如果你那個人 必死的情況下 你的二招不一定要甩回來 除非他跑出你的範圍 才有必要丟第二次的二技 不然基本上你用大絕就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我剛甩回來之後 因為我的二技就會進行CD 你最後要記得一個是 如果你二技在拉到人之後 那個人確定會死的情況下 你不要開二技的好處會是 只要那個人在你上面會有 就是你勾的時間上面會有束縛的 就是一個白色的條 在他跑完之前只要你殺死他 你的二技就會返還80%的CD 然後但是我剛甩了 所以我的二技還在CD 所以我先拉開 在跟五超人的位置 然後等到二技好 再決定要不要進攻 但是我感覺默默的距離 默默的位置比較差 我可以直接刮他 然後我用了絕技死鬥的回血 修掉這一波 之後就是簡單的拉達 因為加了前期的攻速 前期加了很多攻速 所以拉達很好做 攻速跟跑速啦 對面被我遛著玩 收完第二輪很無聊的野區 就是回了滿多的血之後 一收完 看到那個凱格露是在中路落頭 然後我們熊貓是先推線的 這時候我看了一下地圖 就是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我只要把他的藍區卡住的話 其實這下塔很好拿 而且他剛好過來還有殘血 就直接勾 直接打 直接勾 直接打 還要直接死 拿了一個頭 加一個塔 可以成戰 OK 3分40這波中路線我先推了 但是他們上路已經先壓了我們的塔 然後因為默默我不知道他的清兵能力 但是我覺得可以中路可以嘗試摸摸看 他沒有病之後就直接往上靠 你這樣如果他們要進攻的話 會被我們包 不進攻就是要退 但是如果沒退好就會被我們抓 比如說我先收掉 位置最差的盧蜜亞 再收掉安奈特 收完那個勾有點落差 不過沒關係 用普攻玩死的疑心病 疑心病 對不起 尼超人 尼超人 講出了ID 抱歉 因為他們人時光 所以我們吹完兵直接壓這個塔 等等 默默好像在槽裡面 喔不對 一下 好 默默跟一下都在槽裡面 我就直接開勾 其實基本上接技都很簡單都是 在你的勾的距離的話 就算是 2123 再遠一點的話就是 就是2132 因為你餓然後沒辦法開大馬 才會往前把他拉過來一點點 收短一點距離 再衝過去之後再把他甩 其實這邊其實我可以不用甩 但是我會比較晚收掉他 但我快少了快收掉他 我可以用普攻去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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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就這樣滴滴滴滴滴滴滴 阿奈特 拿回來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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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光光 紅軒沒收到 沒關係 先輕忠 因為他們剛剛的人死掉 應該還在溫泉復活 因為我們第一個殺掉的是一下 再來就是死其他人 所以我們 先壓壓看 我們是嘗試的壓壓看的心態 因為中塔剛剛在前一波 已經被我磨了不少的血量 阿奈斯特有綁他 但是我第一時間 不知道他會這麼果斷 因為我在點塔嘛 我先往後二技 一技往後 一看他定的時候 就二技要往前 然後這藍 就搭配著藍的暈技之後 我再丟了二 然後很粒三藍接大 再接一 這邊的心態 我就是秉持著 不要開二技能第二次 因為這波 傳染說不定可以秀的很 很開心 這一波我又是 農了一波 然後加上鬼技的血量 先吃個鼓龍 增加自己的拉打 跟那個開戰能力 會跑得比較快 你超人沒招 因為先打你超人 然後摸摸摸那個一下嘛 但是我們先找你超人 一大 等他 這邊有個小細節 那個一大二 二不一定要馬上丟 因為你一大的時候 像這個地圖是 我會穿過他 之後 我這樣如果甩的話 他會到我前面 所以我要等他 就是可能我要往後 或者是他往前的時候 再把他拉回來 才是 才是最好的時機 這就是應該就是很基本的轉線 因為他們死很多人 因為我們對面 你看對面像是13個人 我現在是非常肥 1400的戰機 正常來講是沒辦法做這種行為 因為對面是凱格路斯加安奈特 其實他們都自保能力跟反打人一起都蠻強的 所以因為我經濟壓力薩 我選擇直接打 安奈特這時候沒有大 凱格沒有大的時候 我基本上是先拉開 二技這時候為什麼要丟 是因為可以控制他 不要讓他吸血 那基本上安奈特沒有大嘛 然後他距離只有那麼近 還有我家跑出公室 基本上跑不遠 他跑不走啦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 就是狗只要那個單位死了之後 你的二技就會返還80% 所以我這時候 我的返還並不是因為殺了其他人 而是因為殺了那隻小兵 所以我在打的時候 有喬一下角度 連小兵都要一起打 可以其實是可以利用小兵 利用野怪都可以去喬整你的所有位置 還有技能 一起編一起編一起編 一起編編編 戴著魔力編編編 OK 怎麼那麼強 很厲害 那個我這邊先點塔 因為還有一波兵嘛 所以我現在狀態是非常好的 然後我二技只要 其實不要把我的大招 那種技能亂丟 我都有辦法 我都有辦法退 然後這時候 盧蜜亞已經丟了 因為他有 他感覺就是要 丟丟丟那個機關槍了 然後因為剛好我又應用了 那個二技那個 減CD 這波其實主要還是因為 他們死掉第一顆人頭 然後 加上我的 就是二技開的時候 會加跑速 加上被動加上二技的話 那跑速會非常的誇張 會很難抓 如果對面 只要在這時間 丟了技能的話 隨時可以反開 這波就要講解到 關於死神之幼的重要性 還有絕技死鬥的好處 這邊主要是因為 停停停 這邊很重要 那個 你要算一下那個大絕路徑 我這邊大絕是算過 會打到那個一下的 但是我沒有算過 自己會不會吸到 然後主要還是因為 天生技加跑速的飛動才 把它打出來 這波操作 以上就是我今天對於 銀咒這隻角色的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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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然後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1T 記得追蹤我們的粉絲專頁 IG以及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見 我是千祐 掰掰 我們下次見